結果就在一個瞬間 我看到一隻省 正在快速的衝完包包裡面伸出外 太快了我根本抓不到 他們一行人就掉了三隻手機 一個錢包跟一個護照 準備要買一隻新的手機 Miami的所有Apple店 這三間大絕對 Miami的警察 第一天就收到了超過104個 手機被盜的報案 我這次去Ultra的危險指數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小鈺 正如標題所說呢 沒錯 我的手機 在音樂節的時候被偷了 而且最敵果是 我們一行人大概有10個人 有5個人的手機被偷走了 最後呢 我們還親眼目睹 小偷辦案的過程 除了手機被偷的事情之外 我相信大家應該也很好奇 我們一行人參加了這個 同時10萬人群聚 而且又都沒有戴口罩的音樂節 到底有多少人確診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這是我們去的音樂節呢 叫做Ultra Music 相信呢喜歡蹦迪的朋友 一定都不陌生 這是一個全世界都有的電子音樂節 尤其呢 是每年3月在 美國Miami的那一場 最為盛大 因為來自世界各地的百大DJ 都會到Miami 參與演出 隨便說一下 今年去的助長民那邊 Diazdo DJ Snake Air 4 Jack Martin Garris 等等 我就是在看Martin Garris演出的時候 太精彩 所以現在我的手機 就是那時候被偷走了 不過呢 話說回來 結果這次本來是沒有要去 因為就在今年年初 我去歐洲的時候 在美國的這群朋友 他們全部都去了加州 參加了一場 為期兩天的音樂節 回來之後 全部都沒有去 因此呢 當我是朋友 因為我去Ultra的時候呢 我當下是直接拒絕他們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必要去參加一個 百分之百 一定會成高的音樂節 雖然其中一個朋友跟我說 呃沒事啊 因為你有打印啊 所以就算得也不會太嚴重 活動時喔 也是兩天就好了 就像一般的感冒一樣 別擔心 接著我就訪問他 那如果我全身戴著口罩 會有機會降低感染的機率嗎 呃 我那時候去加州的時候 兩天都是全身戴著口罩 好 所以就是如果我要去的話 就必須買單 扣你的難票 反正就是必得嘛 而且呢 大概在今年初的時候 美國政府不知道發了什麼風 他們全面取消了疫苗卡的政策 原本呢 去參加美國任何的大型活動 真的去餐廳啊 都是必須要出示疫苗卡 但是突然不用了 那意味著 我這次去Ultra的危險指數 是指色恐怖那種等級 反正就是你知道喔 指色很恐怖 所以我那時候心裡想 我是絕對不肯去的 我沒事好好的不好去得Copy 我瘋了我才幹 但是突然 在3月的某一天 我收到一封來自 Ultra Music的E-mail 內容提到 提醒你 別忘了驗證你的地址 蛤 為什麼會有這個 而且上面呢 還有我的名字 仔細的查一下才發現 喔原來 還有我在 兩年前的時候 有訂 2020的Ultra門票 那因為新冠疫情爆發 導致萬眾矚目的Ultra Music 直接停辦了兩年 一直到今年 2022才拿到這張門票 其實我一直以為當年 我已經成功退款 但經過仔細的查詢 我才發現 根本沒有 所以等於說 如果我不去的話 我就白白浪費了一張 價值500美人的門票 但我後來想想 該不會是命中注定 要換手機了 而且我朋友 他們也是時不時就跟我說 哎呀 去啦 別怕啦 疫苗打過 得到就是小感冒 等一下就有抗體啦 不用擔心啦 兩分就好 我這個人自治的能力就是低劣 我他媽的在說服 我想想也是 你們自己想 他們一群人 去了加州電音節回來之後 全部人都得空 然後全部人都很開心地說 我又要去生日的 Aucho Music 那是不是就說明 Kofi所得到的痛苦 比起在音樂節的快樂 這個快樂感 已經直接把Kofi壓過去了 要嘛就是音樂節 真的超爽超快樂 要嘛就是Kofi真的還好 音樂節我個人是有去過 我覺得很快樂 如果沒有當那種名字的快樂 那這樣是不是就說明 Kofi帶給他們的痛苦 可能並不大 然後跟他們說的一樣 我要等貌 去兩天就好了 而且說不定 我去得了一下Kofi 讓身體的疫苗 跟病不相抗 現在或許我會得到一個真正有用的Content 就說了所有的思想準備後 我就抱著必得高別的決心 前往Ultra Music 到了現場 我真的不誇張 我已經真的好久 我沒有去到一個這麼多人 而且大家都不戴口罩的場合 其實說真的 我是有一點用的 對就 一點點 但我就告訴我自己 反正既然都來了 就好好的享受這一切 然後只要我就全身戴著口罩 能擋多少算多少 就貨出去啊 不管啦 一次的一進到會場 我們就衝到了住屋台 第一個我們聽的DJ就是 Martin Garrison 你看到小Martin的出場 我內心感動就是不言而喻 我馬上就把我的手機拿出來 爆發一波 拍來他就快六分鐘說 啊真的覺得很爽 所以呢我就把我的手機 收進口袋裡面 注意啊 我當時穿的褲子 是那種口袋 有拉鍊的褲子 沒錯 就是這一件 所以呢 我當下就是 放心的把它放進口袋裡面 並且把拉鍊直接拉上 當下根本不覺得 我的手機會掉出來 更沒有想到 會有人把我的手機偷走 不過呢 我也不是完全不理我的手機 我就差不多兩三分鐘 我就會摸一下口袋 然後確認一下 手機來 放心繼續跳 那你們知道 在凹橋的舞台下 時不時呢 就會有很多人 在這個舞池中間 穿梭來穿梭去 有些人就是 為了想要擠到更前面 看到他們喜歡的dj 那有些人 這個dj他覺得還好 他想要離開這個舞池 就算一次呢 過來看到 前面有兩個 超級胖的墨西哥情侶 一個人的身材 不過就是 兩個壯漢的體型 一瞬間 我感覺 像一台火車 從我這邊衝過來 然後我全身就像肉夾膜一樣 給他們兩個夾在中間 我就快不能呼吸了 但我也沒有想太多 我想說 幹你們就趕快走 我剛好就在這個時候呢 小馬丁播到一首 我超級愛的歌 我心裡想 這麼爽的歌 一定要 投一些動 一瞬我就摸摸口袋 幹 欸 手機咧 我就開始到處翻找 欸幹 我手機在哪 有沒有在報告中 到處翻 到處都找不到 然後我就在想說 欸 是不是在找 他有叫我朋友 幫我先拿著手機啊 所以我就趕快問我旁邊的朋友 欸 欸 我手機有沒有放 你看啊 幹 幹 我的手機咧 我操 他的手機也不見了 然後你就趕快問一下其他朋友 欸欸 啊你們手機也摸掉 結果我們其中有一個人的朋友 他的手機也掉了 而且他還掉了一個錢包和護照 就在那一台火車開過來的瞬間 跟你們說 我就是還聽小馬丁打這首 Turn on speaker 這粉應該是我最愛的手機 這層也有最betray的瞬間 那時候心情又差 又不得不由衷的佩服 小偷怎麼這麼屌 口袋拉鍊都拉上了 我怎麼被摸掉一台手機 我都沒有看見 阿嬤 我沒有看 我那時候已經呆掉了 接著我們周遭就開始不斷傳出 跟其他主路人的美國人 Where's my phone? 蛤? 周遭不斷有人在喊 啊有小偷啊 啊我手機不見了 我錢都不見了 還有我自己個人 不斷懊悔的輪迴中 結束了第一天的Ultra 小偷就被偷掉了10台手機 但沒辦法 竟然都懶了 接下來還有兩天就只能好好地玩 啊 反正就往好處想 我已經可以完全放肥自我 在Ultra裡面 瘋狂 嗨 接著就是Ultra的第二天 我們一共看了 Tiazto Applejack DeeJer Snack Cashmere的場 哇他們都吵詐了 尤其是Tiazto 真的推薦大家去聽 因為我們第一天被偷了這麼多手機 然後其他沒有被偷手機的人 他們就變得更加的小心了 那也因為這樣 真的有看到小偷辦案的過程 甚至還有抓到小偷 那第一次看到小偷 是親眼目睹 那時候我們在聽Applejack 到一半的時候 我前面有一組花人 分析室 那他們就跟我說 旁邊那兩個黑黑的中東人 要小心 他們是小偷 剛剛他手伸進我口袋裡面 幸好我口袋裡面沒東西 所以呢 我就稍微觀察一下這兩個中東人 然後我就覺得 欸 想念也奇怪 那兩個中東人 在這麼High的場合 他們從頭到尾就是沒什麼感覺 然後東山西望 後來手抬起來 面無感情的跳一兩下 之後又放下來 反正就是跳得很沒有靈魂 然後呢 因為我背一個小包包嘛 裡面就放水啊什麼的 基本上我沒有什麼貴重物品 所以呢 我就故意在我的包包開了一個小洞 看看會不會有 果然糞的小手 在進來 結果就在一個瞬間 我突然感覺我胸前一陣壓力 猛然的往下一看 我看到一隻神 正在快速的衝完包包裡面伸出來 我下一次要去抓那隻手 他太快了 我根本抓不到 就那種敏捷點滿的盜賊 你們有沒有看過 要記得點敏捷啊 然後呢 我又回頭一看 那兩個中東仔在那邊 面帶微笑的 Put your fucking hands up 我完全沒有任何證據 是不是他們摸的 但我很清楚那隻手 絕對不是我身邊 讓好一個朋友的手 反正東西沒被頭會轉 再來呢就是我另外的朋友 親眼目睹的狀況 那時候是我們正要轉場的時候 因為Ultra非常多的舞台 每個自己喜歡的DJ 可能都會在不同的舞台上面表演 所以呢 為了要去看自己喜歡的DJ 那我們就要有一段的轉場 但是因為人很多 所以我們必須走一個無光型的陣容 然後穿梭在人群之中 那時候我們帶頭穿梭的一位朋友 在穿梭人群的過程中呢 他突然感覺到有一隻手 神經著他的口 然後他立馬就把這隻位置的手抓出來 然後我就發現那個人 是一個站在左手邊 立著一個小拼頭的白人 然後我朋友就立馬 紙身上的白人 然後爪子弄掉 有小偷的小偷 雖然呢我朋友說的是中文 那我猜那個小偷應該知道 我們在說什麼 所以他就很緊張 立馬以遜人不疑也沒有知道 幾近年跟我們反方向的人群走 馬上就消失在 茫茫人台之下 我也幸好發現得早 我參要的手機並沒有被偷走 那最後一個 我們目睹的小偷 也是最誇張的 那時候呢 有兩個白人的情侶 在我們這團的邊邊 看起來在音樂的熏陶 好像還非常的陶醉 我會覺得他們就是 一般看表演的觀眾 但漸漸的 在這個音樂的熏陶之下 越來越接近我朋友 幾乎身體都直接 跟我的朋友黏在一起 接著那對情侶的男友 就要漸漸的把手 移到我朋友的包包上 摸住了他的拉鍊 我朋友發現到了 一個雷頓女發 只能讓我包之術 抓住了那個男友 然後旁邊甩開 然後那兩個小偷瞬間 然後我們兩個一起 舉手 不不不不不 不適合小偷瞬間 瞬間是要是這個人群之中 所幸第一天被偷了遭遇 那我們大家第二天都更加的小心 所以第二天呢 我們就只有 WOW 又被偷了一包煙 其實我也不確定是不是被偷 有可能是被其他人抽完 後來第二天結束之後呢 聽說我們那裡團有朋友的朋友 當天也被偷了兩支手機 就等於我們一行人 包含了朋友的朋友 總共被偷掉了五支手機 接著就到了第三天 因為前面兩天真的有點太累 而且又要提心吊膽 你要怕得口鼻 要怕手機被偷 雖然我已經被偷光了 但我想也差不多啦 第三天的DJ我沒什麼興趣 所以第三天我就跟SHOW 準備要買一支新的手機 才發現 真的不誇張 Miami的所有Apple店 這三天大缺貨 他們手機全部賣完 他跟我們說 我們可以先預訂 隔天進的貨 再過去拿 然後那個店員還說 每次只要在Miami舉行 大型的音樂會 會特別在這幾天的大進貨 每一次都缺貨 因為每次這種活動 就會有一大堆人的手機被偷 我在懷疑會不會是Apple ~~~好吧 反正今天的手機是買不到的 那我就先去換一張Sync 所以我就去通訊卡 然後去申請一張新的Sync 一進去的時候 那個店員就問我 你是不是參加Ultra手機被偷了 我真的要換到其勞 我就問他說 媽比有多少人被偷 我也不清楚 會不會今天我們巴出去 超過一百張的手機 這活動是什麼 變這樣促進消費 後來我就上網查了一下 我看到一篇新聞 有一個小偷被逮捕 他被發現 他包包裡面有超過12百 不同款式的iPhone 而且在那篇新聞中 還提到 Miami的警察在Ultra Music第一天 就收到了超过104个手机被盗的报案 你要想哦 我们一行的这三天 掉了5只手机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去报案 那想必第一天被偷的数量 纽约超过104只手机 做这支影片的同时呢 我仔细上网查了一下 我整体出了几个小撇步 如何在音乐节 守护好自己贵重的物品 第一个呢 如果你想要带手机进去 拍音乐节的过程的话 那建议你就是全程拿着自己的手机 然后呢是绝对不敢 直接从你手上把手机抢下来 因为这可能会从偷借 变成一个抢到这里 它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 第二个呢 如果你不想要一直拿着手机 只想要在关键的时候 拿出来拍一下 那你最好买一个 把你手机练起来的手机壳 然后跟自己绑在一起 那再来第三个 直接找主办方 他们那边都有置物贵 把你所有的贵重物品放进去之后 就直接下午时 爆开一波 那最后一个呢 你就是除了水以外 什么都别带了吧 好好的享受音乐节 就像森皮一样 他第一天就没有在手中 他是一个享受当下的男人 那以上呢 就是整个手机被盗的过程 最后的最后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蛮好奇 咳咳咳 我们这群人 有多少人确诊 我们这一群有十多个人 最终的确诊人数为 名人 那今天呢就是我去参加 Ultra音乐节 第14天 这两个礼拜呢 我一直在关注我自己的身体状况 时不时呢 也会关心一下我身边的朋友 全部人都往好如出 有一个人他生了一场病 他有去验COVID test 出来的结果是医生 然后呢还有一个妹子 流感确诊 看来呢 现在流感传统力 已经居于剩COVID一波了 这个结果不凡会让我觉得 这个疫情该不会是没了吧 因为我们疫情人 除了我以外 没有任何人有戴口罩 然后我们挤在一个 10万多人的午餐中 至少每天超过4个小时 特别在那个环境下 完全都没有吃 其实我在想 我们中间可能有遇到病毒入侵 但大家都有抗体 我们都得过了嘛 而且我们也都打了3G 病毒可能到了体内之后呢 没有产生任何不良的反应 或者是那种症状轻到 可以忽略不忌 这样的结果是不是就代表 好像真的可以慢慢的 跟一起共存了呢 原本这个影片 我预想的是啊 我们10个人去了一个 大型群聚活动现场 如果打了3G疫苗 确诊率会是多少 那现在这个结果显而易见的是 确诊几率趋近于 所以经过了这次的人体实验后 我敢大胆的推测 这个COVID-19 已经逐渐的受到我们人类的控制了 我们可以预防 但是真的不需要再太害怕这个疫情 就而言呢 我也会开始慢慢的把COVID 当作是一个普通的流感去看待 该做的预防是做 得不得呢就是命 不用想太多 不要因为这个疫情 让生活防守防降 不过呢 听说最近台湾的疫情 又渐渐的升温了 但相信大家也听了 阿中署什么话 我们必须跟疫情共存 所以呢希望大家在遇到这个疫情的时候 不需要太过的害怕 一起勇敢的面对吧 当然我也希望台湾的状况越来越好 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 赶快开放 不要再隔离 隔离的那儿很痛苦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记得开小铃铛 Don't Panic It's Organic 我们下次见 Bye Bye